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本週登場的藝人友 杜忻恬、余秉諺、安妮 擁有一副天生好歌喉的杜忻恬 靠著他優異的演唱技巧 在歌唱節目中一路過關斬將 表現十分亮眼 這次他來挑戰一個全新的舞台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值得令人期待 而余秉諺生平的第一支國標舞 跳起來也是架勢十足 真正好看 一定是我們的手長腳長 還有本季的大黑馬安妮 他的倫巴七美絕倫 我自己的故事 國際舞王 你們等一下有考試 甜心女生杜忻恬 超MAN名模余秉諺 俄羅斯美女安妮 全明星純國標 你絕對不能錯過的 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重量級的藝人獎金挑戰賽 強勢回歸 本週是哪位性感小野貓 要來挑戰你的視覺神經呢 整個舞台 我覺得完全被你駕馭了 你知道你頭髮怎樣弄捲一點 然後塗黑一點 你就是黑人了耶 你就是個黑妞了耶 對啊 全球華人最專業的舞蹈競技節目 《愛妮雅舞力全開》 現在開始 馬上歡迎所有藝人 帶來精采的開場舞 首先登場的是余秉諺 和他的指導老師劉舒婷 好,來,加油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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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歡迎 杜忻恬和他的指導老師 趙冠雄 緊緊地亮相的是安妮 和他的指導老師王威傑 最後歡迎兩位主持人 最美麗的練舞奇才侯怡君 以及最帥氣的型男GINO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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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愛妮雅 舞力全開 好,來 好 很明顯的 在海中 它是位燈塔 如果在路邊 那就是電線桿了 又高又快的那一位 也就是我們民視的101 余秉諺先生 歡迎秉諺先生 大家好,我是余秉諺 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 我如果沒有記錯 你好像要替馬丁報仇 沒錯 我要為我們高個子雪恨一下 是,你今天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要幫他報仇 因為滿腔怒火 我們今天選了一個 非常需要有張力的 有爆發力的舞科 是的 滿腔怒火 那我們就待會兒 如果真的有抽到你 就好好來訪問一下 滿腔怒火 有爆發力的舞科會是什麼 但是你們發現 今天有一個人沒有插話耶 很安靜 我知道你說誰 不是欣恬 欣恬一直以來 就是非常的內向 很可愛 對 非常傳統持家的小女人 我想像是那個戰鬥民族的 安妮平常很活潑、很好動 今天特別的安靜 是因為會緊張嗎 我不會緊張 我就覺得 因為我們今天給你們看一個故事 比較沒有這麼活潑 故事是你真的發生過的嗎 對,真的有發生過 對,我自己的故事 好,那當然 我先給你們看 再問你們 你們等一下有考試 我教完舞 玩舞你們 我剛剛給你們看什麼故事 在考我們 對 所以我們大家很認真地看他的舞蹈 想要傳遞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感 但是你們不要擔心 如果你們看不懂 我還是會告訴你們 謝謝 謝謝 他還是原始必錄了 對,開始講 欣恬 兩位哦 你的對手都是高強大喊 就是人高馬大 對,好多座高山哦 你這樣子壓力會很大嗎 可是我上次聽說 其實手長腳長的人跳舞好像 比較有一點難度對不對 所以... 這樣我們就要快達到目的這樣 是實話 會稍微需要一點時間 對 就會有一點延遲 我們這樣靈敏這樣 對 拉丁舞世界冠軍也不高啊 對不對 要對自己有自信 對 是 好,接下來就是要抽籤哦 是的,到底誰會第一個上場呢 通常歐的那個人很有可能被抽到 你 我最喜歡第一個人 你想第一個,為什麼 如果我第一個人 我就可以放鬆一下 在旁邊看他們的表演 如果我第三個人 對,我會一直緊張 好,如果抽到那個人 你們商量好 大家商量好 願意讓你第一個 我就讓你第一個 好 好不好 好主意 因為這樣最公平嘛 沒錯 還好怡君姐做這個 決定非常正確 來看看到底 第一組會是誰呢 讓我看 誰 對 不會這麼剛好吧 真的天意 安妮 不是 等一下 我們剛剛有說過 要跟被抽到那個人討論一下 你現在跟安妮討論一下 安妮,你覺得你現在可以嗎 好像OK的 那你可以先來 好,我先來 OK 我們真的要跟這樣的人比賽嗎 好 不過安妮 你是不是有舞蹈底子 在你們的國家 芭蕾舞是很盛行的 好像是不是應該都要會學 是嗎 其實不是 不是每個人會,對 那你會嗎 我學過 我從小時候 從三歲 年十一年到十三 所以這個 因為芭蕾是所有舞蹈的支母 就是尤其是國標舞 那個體態 其實很多是從芭蕾去出發的 所以面對於 你要來參加國標舞 我覺得滿看好你的 你自己覺得 這樣對嗎 我覺得這樣我有難度 因為你知道 芭蕾舞都是這樣的手 但是我們現在的舞 都是要很直很直的 不一樣的手 腳也不一樣 什麼都不一樣 所以我一直被老師罵 維吉老師 他怎麼罵你啊 他這麼罵我 他這樣說 安妮 你的手不對 這樣 好罵得好兇哦 真的嗎 安妮比較大聲 後面 安妮 你的手不對 對 你覺得很... 他還是很溫柔啊 是不是 對,他就是很溫柔的一個男生 然後謝謝我的安妮隊 來支持我 因為我今天 有加油團 對,我有家人 在前面那邊嗎 是嗎 這是我親妹妹 是你妹妹啊 哈囉,歡迎你 姐姐,好運 對啊 你最棒的 加油 哈囉,你好 嗨 好可愛哦 對,他今天在這邊 他知道對我來說 今天的表演很重要 我這天都睡不著 是 謝謝你來 然後謝謝你們都來支持我 我不會讓你們丟臉 是 有這麼強大的支持 謝謝 背後有這麼大的力量支持著你 我相信你可以表現得很好 加油了 加油 歡迎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來台灣發展已經有五年時間的安妮 演藝成績亮眼 除了綜藝節目之外 她更跨足戲劇 在民視的八點檔《假裝》裡 演出過美食部落客 雖然她的台語還不是很難等 依舊成功的擄獲了觀眾的心 永不滿足現狀的安妮 這次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她要挑戰這輩子 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國標舞 我的風子動 因為安妮從來沒有接觸過國標舞 所以指導老師選擇了一個 她比較容易上手的舞科 倫巴 即使如此 安妮在學習的過程中 還是充滿了挫折感 很多人覺得我是外國人 所以我會跳舞比較厲害 但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怎麼跳舞 真的 雖然在第一堂課 鬧出了不少笑話 但是認真的安妮進步得很快 沒有幾天的時間 她就把基本舞步都記熟了 就在這個時候 偏偏又遇到了另一個難題 現在一個人跳舞 我用我的想像 但是我不知道我跳舞得對嗎 我說不對 為什麼安妮會一個人 在教室裡練舞呢 原來是她的指導老師 在編完整支舞蹈之後就出國了 所以安妮只能對著空氣 想著與老師共舞的樣子 樂觀的安妮 覺得這樣的方法其實也還好 但是遠在日本的老師 卻是十分擔心 現在我還滿擔心 我出國回來的時候 她會把那個舞序跟動作都忘記 雖然安妮並沒有忘記任何的舞序 但是國標舞 畢竟是一種需要雙人合作的舞蹈 還好在錄影的前兩天 老師回國了 得知消息的安妮 馬上搭車前往新竹 去找老師練舞 現在出新竹了 因為我們跟老師 就沒有練習一個禮拜 所以我很緊張 所以我今天決定 我自己出新竹 找老師 一下車 安妮和老師 馬上開始展開練習 習慣讀舞的安妮 現在又得重新開始熟悉 身邊有舞伴老師的感覺 所以不管是接手的默契 或是借力實力的拿捏 安妮都顯得相當的吃力 尤其是這個特技動作 更是讓她感到害怕 因為她有時候上去肚子沒有保好 她會有點細掉 就變成說我會用這邊 然後會這樣 差不多是一個手刀的概念 因為我這邊真的都是 對,她就是還滿可以去調整自己心境 克服她 覺得還滿難的東西這樣 我就希望我可以給大家看好好的跳舞 漂亮的跳舞 我希望觀眾會感覺到 我想告訴他們什麼 由於錄影的時間越來越接近 每次表演都力求完美的安妮 現在也只能抓緊時間 和老師一遍又一遍的練習 希望能夠在舞台上 把最好的一刻 呈現在所有觀眾的面前 讓大家看到他們的努力和用心 但是這樣過度的練習 讓安妮的身體開始無法附和 我洗澡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膝蓋、腳都有遇進 對,沒關係 加油,安妮 謝謝 錄影的這一天終於到來 安妮滿臉的笑容 卻掩飾不了她內心的緊張 我這天晚上都是不照電話 沒有說難點 再見 謝謝 謝謝 加油 到底俄羅斯美女安妮 能不能克服內心的恐懼 順利的完成她人生的 第一支國標舞呢 沒有 我沒事 你不就死吧 屁身 何也沒有 我沒事 很快 你不是嗎? 我沒事 你不是說嗎? 我沒事 如果我沒有 你不用擅ortal 你给的回忆太好 像刺激很难抹掉 我一直保持微笑 真的我别被你看到 我淘尽胸要人潮 寻找苍生的一角 我眼泪不敢掉 我快要受不了 忘记了拥抱 忘记了微笑 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 我们都太骄傲 话说得太早 是谁的怀抱 是谁在哭笑 回过头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 抱歉是我 傻的可以 是我不好 谢谢安妮、王威杰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真的是深情缓缓 絲絲入扣 跟平常安妮给我们那种 很天真、活泼、可愛的感觉 完全截然不同 可以看到你非常认真的 在诠释这支舞蹈 而且真的是自己的故事 所以他好像情绪还有点没办法出来 他还没有办法脱离他刚刚那个 想要表达的情感 开心你的眼泪好不好 开心 终于自己完成了一支舞蹈 为什么这支舞蹈 为什么让你掉眼泪这么激动 他曾经带给你什么深刻的印象 我很久没有机会表演 表演跳舞很久没有机会 刚刚我记得你有提到 你很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 学芭蕾舞 学到十几岁 为什么后来停止了 因为我从开始跳舞的时候太年轻 所以我的脚开始木质外放 我妈妈看到了这个状况 她说不行 你不要再跳舞 然后我说妈妈 你怎么可能 我朋友都在那边 我每天都去练习 你为什么不让我住 妈妈心疼 女儿自己的脚变形 她舍不得你 可是没想到因为这样子 你就中断了你的舞蹈梦 对 然后今天再一次让你圆了这一个 你多年来想要尝试这个梦想 但是其实现在我没有外翻 是不是你一直干我的脚 对,我一直在看 是不是有很严重的拇指外翻 以前真的很严重 现在没有 因为我在台湾三年前有做开刀 开刀 开刀,对 大概六个月 我走路的也很难、很痛 然后也当然没有办法跳舞 没有办法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 我希望有一天我一定会表演跳舞 我一定会... 这一天终于来了 终于让安妮梦想成真 透过爱妞舞力全开的舞台 圆了你的梦 对,不管我不知道我今天跳舞怎么样 可能老师觉得不是这么完美 我的脚不对、手不对 但是我真的很想说谢谢 因为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真的,谢谢你们 好,既然安妮她很想知道 在老师的眼里 她今天的舞蹈到底跳得如何 那就直接请教佩玲老师 你的看法 安妮,我觉得你不只是一个 很可爱的艺人 而且我从你的舞蹈里头看到那种 很纯真的那种情感 你的身体是很自然的 很协调的 你的手在哪里 你的身体在哪里 那个眼神 我觉得是非常的到位 那因为拉丁舞的重心转换 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你重心转换以后 你的臀部动作就会产生 那我想这是你的第一支舞 威杰老師 也没有很多很长的时间 可以去雕塑你的这部分 但是我觉得你从头到尾 这一条舞对我来讲 我感觉是很美很美 非常美的一条舞 好,谢谢佩玲老师 谢谢 从芭蕾转换到国标舞 你必须要去 那个重心跟那个重力 完全是相反的 不一样,对不对 以前跳芭蕾 你要靠自己獨舞 可是你现在却要把自己 很放心的交给威杰老師 那个重心的转移 跟身体的能量要给对方 是完全不一样 隔行如隔山 真的 我相信身为妹妹的安妮妹 可以说中文吗 你好,一点点 一点点 你觉得姐姐 我觉得他们两个今天 真的很棒,很不错 我非常感到 非常感到她 他们跳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到 非常感到 我开始哭了 真的吗 因为你很感动 对 很想哭哦 看她姐姐 这么努力 你才能赖保我 快点 好 好 所以一个深情的拥抱 姐妹情深 如果他们彼此之间 没有这样的共识跟共鸣 今天就不会看到这一幕 互相扶持 对啊 因为他们... 他知道姐姐非常热爱舞蹈 更让我们知道姐姐 为了这支舞蹈 他一直不断的努力在练习 就是今天的呈现 观众都在看的 我们再听一看 另外一个老师的看法好不好 好 这个老师他讲话很直接 好就是好 其实我也很直接的人 不好就是不好 你有心理准备 对,我有 你准备好了 对 KIMIKO老師 我觉得 在这么可爱的外表之下 其实那支舞很清楚的传达出 他也是一个 你知道 拥有一颗很倔强的心的女生 但你知道身为也是很独立自主的女性 这一块啊 我自己也常常在表演上遇到 我相信 就是你今天在这支舞里面的问题 我们很不愿意把自己交出去 你知道很难放手 让自己真的跟另外一个人 一起做一件事情 你好像不习惯旁边有一个人在 所以评审老师都有看到重点啦 KIMIKO老師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是他面对的 是,KIMIKO老師 对,所以我觉得 大家威杰老师也很好玩 因为威杰老师就是一个 我们《舞力全开》著名的暖男嘛 但... 老師,你可能也要拿出一点 就是态度跟气势 来告诉那个舞伴说 我很温柔 但是你也要赶快跟上我 而且我在 我觉得这是一个... 他不是默契的问题 而是在当一个很强势 一个又很体贴的时候 如果你们要一起跳舞 要一起克服 你们没有办法同步的问题 國標舞呢,是双人舞 它并不是独立的舞蹈 所以必须跟你的舞伴融合在一起 但这就是反观 可能跟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关系 威杰老师 是女朋友长期训练下来 让你懂得服从这两个字吗 服从 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男人的面子 会有影响吗 报告怡君姐 其实是 尊重不是同事 我们是互相尊重的 尊重说得很好 我们和平但尊重 对,这句话不要指个怡君姐说 跟女朋友说 来 跟女朋友说你要的是 尊重女友 互相尊重 所以你叫她也要尊重你 那这样子我就继续 再问一件事情 威杰的女朋友 关于上一次 我跟她在节目上十指紧扣 对 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们彼此的 互相尊重吗 你们之间发生了 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回家有吵架吗 有讨论 讨论些什么 就是 是不是 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他可以,你没有 对,有耶 對不對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余秉燕同学 往后面做一格 这时候请来点浪漫的音乐 很好 就在这么浪漫的气氛下 花钱越下越黑风高 是的 请伸出你们的手 十指紧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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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外加一个深情的KISS 谢谢余秉燕 女朋友 這樣可以吗 我们这样处理 有满意嗎 有稍微舒服一点 有平衡一点 有平衡一点 OK 这就是症结点了 对 当你威杰的女朋友 稍微平衡 我想问一下你此刻的心情 刚看到那个画面 什么感觉 他有平衡到就好了 就好了 我们是可以继续互相尊重 好 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 非常的圆满 因为才可以进行下一个问题 这样安妮才可以放心的 去诠释两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这很重要 安妮,你会... 平常在练习的时候 会不会担心威杰的女朋友 吃... 就是... 他们对我很好 男女朋友帮我买蛋糕 然后给我喝咖啡 你们觉得我怎么样 我很感动 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 后来练完舞 有没有觉得肚子不舒服啊 但是忽然 脚怎么没有力气麻掉了 之类的 这很重要 你回想一下 应该没有吧 没有 好啦,回归正题啦 刚刚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们是很想把彼此之间 所有的问题给点出来 导引到最正确的一个方向 在最短的时间 全三支舞蹈希望你们都可以展现 非常漂亮的那一面 给观众朋友 是的 不要走很多的冤枉路 尤其一刚开始 安妮有提到 其实这个在述说他自己的故事 对 他还说要... 你看到什么 威杰最后离开了 所以那个男的花心 他把你丟下 他离开了 他背叛你了 那个太明显了 我在劇院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你后来就是很生气、很伤心 然后就去做旋转幕嘛 然后让自己放松 好好玩哦 我心情比较好了 是吗 走叮咚走啦 转圈代表了纠葛 对 就是想弯 弯一下,对 想弯 但是还是丟他在底下 是 离开了 我们也很希望 你今天这么用心的付出 可以反映在你的成绩上面 安妮来自于俄罗斯 一个战斗民族 火力十足的安妮 他在第一次的国标舞上 是不是可以拿到 非常高的分数呢 评审老師,请给分 好,安妮还有王威杰老師 他们的第一支舞蹈 倫巴 可以拿下多少分呢 这支舞蹈当中 安妮又可以看出了一些问题 之后会不会继续加强 不知道 但是这支舞 第一支舞分数很重要哦 来,现在分数来了 83.5 84.6 小速点继续攀升 他的分数到底会是多少 83.9 还有没有 84了 再来 84分 竹能老师、佩蓮老师83.9分 金柯老师84分 藍波老师84.2分 艺人当中目前暂时保持第二名 非常厉害 虽然练舞的过程极不顺利 但是安妮凭着过人的决心 和坚持到底的精神 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支国标舞 她的努力得到评审老师的肯定 在目前完成第一支舞蹈的六位艺人当中 暂时排名第二 好,麻烦你为我们抽出下一个艺人 到底会是谁 來,你希望抽到谁 老師,你要 我现在在... 在联系相信别人 老師,你要不要来吗 好 女生 非常好 就直接来抽吧 是不是女生跳完换男生跳呢 欢迎 余秉諺同学 欢迎余秉諺 还有游舒婷老师 每个人来参加这次的比赛 原因都不同 我很想知道 你来参赛的关键是什么 燦哥 王燦 王又是王燦 他是非常多人的榜样 是 其实呢 因为看过他以前 刚开始跳舞的时候 就会觉得 他的变化一太突飞猛进 就会觉得说 真的不愧是榜样 那我在这边 应该也可以有一点突破 不要让人家觉得 我们永远都在卖肉 秉諺,希望透过这个舞台 让观众朋友看到 不一样的自己 才华的那一面 是吗 对 所以这一次来 希望让大家重新聚焦 你还可以做其他更多的事情 虽然个子不高的人 跳舞很精灵、很灵光 但是真正好看的 好 好 唱歌哦 非常的肯定自己 加油 欢迎余秉諺 还有舒婷老師 带来精彩的表演 拥有傲人的身高及外形 余秉諺在伸展台上 不但是美光灯的焦点 转瞻戲劇跑道之后 他也搅出了漂亮的成績单 在民視的八点檔大戏里 他是最耀眼的小生 尤其是《春徽榜》里的王光明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为了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余秉諺 他报名了这一季的明星舞王舞后争霸赛 上课的第一天 他就输了一个帅气的大油头 你觉得像安东尼奥 那个什么 安东尼奥班的拉斯 敬业的余秉諺 输了个油头来学国标舞 外形上看起来还满像个样 但是实际学起斗牛舞的时候 就全卸了底 帅气硬挺的型男 当场变成笨手笨脚的仇男 颠角 快点 滚 老师叫洞头 你去有点起重 可以的 可以透过来不... 对,很激动,我觉得 由于秉諺之前是模特兒 对于摆出漂亮的身形 和架子相当的在行 所以在和老师讨论过后 第一支舞他们选择的斗牛 没想到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太早 光是要学着摆出好看的架子 就让他吃足了苦头 自己考虑 教人家都说 斗牛症 为什么不重复把累死了 斗牛座的个性就是永不服输 秉諺抱着既然要来学国标舞 就一定要学到好的决心 在加苦练了几天之后 终于把舞步记熟了 但是动作要做到标准 又要跟上舒婷老师的速度 秉諺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我觉得我不要把音乐速度放慢 我不要因为速度快 然后你每个动作看起来都没有跳完 很慌乱的感觉 我可以 不想吃 为了让秉諺能够完整地表现出 斗牛舞的美感 舒婷老师决定将音乐的速度调慢 这点让个性好强的秉諺感到相当的挫折 为了赌一口气 他开始进行一项秘密训练 我一定会让老师 我会让老师把音乐速度放慢 好 这次的自主训练 秉諺决定让自己的情绪先稳定下来 采取先求好再求快的策略 把斗牛舞应该要有的身形和基本步 调整最优美的角度 让身体记住这样的感觉之后 再来慢慢把舞步的速度加快 就这样 秉諺一直反复着这种枯燥无趣的练习之后 情况似乎慢慢有了改善 舞标舞已经扔掉了 在知道了秉諺的决心之后 舒婷老师放弃了 要把音乐调慢的念头 然而录影的时间一步步逼近 此时舒婷老师想到了一个 可以让秉諺动作加快的大绝招 是不行耶,太慢了 對 沒有,我有办法了,等一下 就像这个哦 有人要打你,所以你要快耶 不是,不要开玩笑 我没有真的打你 好 我刚才才能打下去哦 3、4、1、2 3、4、1、2 当舞步不需要经过思考 而是变成了一种反射动作之后 速度自然就会变快 这就是舒婷老师做这个训练的目的 果然 秉諺在经过这种高压式的练习之后 慢慢地展现出斗牛舞应有的速度 而且所有的动作 都做得相当完整到尾 我已经温中了你几次训练 我已经跳了几次 才跟那个认识不如 其实你们现在看到就这么一次 完成了老师的要求之后 秉諺对于第一支舞的信心大增 但是以他凡事都要做到最好的个性 在没有上舞台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松懈下来的 我希望那一个 应该叫做震撼主持 信心满满的于秉諺 是否能够把平时苦恋的心血 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呢 它是否能够把平时中央一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感受到你的認真 我也覺得你非常非常的聰明 你挑選的一個舞科是難度很高 但是對自己來講是 最快可以入門的一個舞科 那就是鬥牛舞 在這之前 我要先謝謝我老師 舒淇穎老師 為什麼謝謝他 因為過程中其實 老師覺得我做不到 你的意思是說 一剛開始老師覺得這個難度太高 對於你來講 他怕你沒有辦法達成 可是你不服輸 我說如果鬥牛舞他鬥牛 他不是到這樣子的level 我寧可不要 自我要求非常的嚴苛 對 所以舒婷是因為什麼原因 一開始不想讓他跳鬥牛 其實有試過 但是怎麼樣都做不好 已經試過又做不好 對,然後差一點想放棄 那堅持下來的理由是因為 我用非常手段試試看他 什麼非常手段 可以讓我們看到 完全蛻變的余秉諺 就是用拿出棍子 但是我沒有真的打啦 我沒有真的打 因為通常初學者 在學舞的時候 然後都會... 你敢說這支 我覺得這是夢魘 沒有,現實的時候 在真的在的時候 其實筆子再粗一點 老師,你都怎麼樣邊打 你是拿哪個部分 等一下,我一定要先解釋一下 不然怕節目一播出 我學生都跑光了 好,我們讓你有解釋的空間 因為就一個禮拜就要表演了 所以就是要用他的反射神經 反射神經 就是不用腦袋思考 用身體去記憶 自然的一個反射動作 好會利用 我大概知道 你知道哪一步嗎 哪一步 原本有一步這個 我突然要換重心 我都會... 然後瑞老師會覺得太慢了 你為什麼要腳抬起來 你腳不要離地啊 所以他怎麼用這個棍子 讓你知道如何快起來 來,我試試看 最原本 還沒有經過老師嚴厲的要求的時候 有慢哦 稍微慢了一點 有慢哦 可是一直告訴你 你一直做不到 只好使出最嚴苛的手段 就是用棍子 你怎麼詮釋 OK 我親眼看到 就差那麼一點點耶 如果慢一點的話 你那隻腳就會被打到了 而且是上去一定是會瘀血的 對啊,這個是竹筍炒肉絲啊 就是有沒有夠投入 有時候也是一個投入的問題 所以這個其實棍子是一個提醒 讓你知道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應該那個速度如何放快 跟收放自如 完全不要經過思考 你身體直接的一個反應 就是希望可以完美的呈現 評審老師都看在眼裡 我相信這支舞蹈 應該帶給他們很大很大的驚喜 竹男老師,你的看法 秉諺,我覺得你用這個 第一條我就用鬥牛 很適合你 第一個一開始的姿勢 我覺得那個慢舞的音樂 你有融入在裡面 你的手勢跟框架都很漂亮 那個部分非常好 帶入你的舞序裡面 有一些跟老師之間的互動 跟眼神跟內外圈那種交錯的部分 也很好 但是呢,唯一一點我要給你建議就是說 你的框架雖然很大 可是在你跟舒婷老師兩個搭起來的時候 有雙人舞的動作的時候 當你搭了之後呢 你框架會變小 而且你骨盆會變比較沒有那麼往前 可能會變得比較垂直 是 如果可以在這個方面再加強 我相信我會看到不一樣的秉諺 而且看到這麼高個子 可以證明高個子手長腳長 還可以跳得很好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竹男老師 其實我也覺得委屈老師 因為有一些動作鬥牛 就是他必須要伸得很高很直 然後我要跟老師交手的時候 其實交不到 你看你還彎哦 如果你真的打直的話 舒婷老師可能要用跳的 對啊 這就是先天上的一種 一點點的障礙 所以委屈老師了 是 可是這已經是我們能找到 算是數一數二高的女老師了 但是終究還是要面對第一關 目前為止 我這樣看 我覺得表現得非常好 很好 下足了苦心 舒婷老師也是用心良苦 非常驚豔 從小地方就可以看出大細節 真的很厲害 是啊 好,我們聽聽看另外一個老師 的看法好嗎 藍波老師,你喜歡這支舞蹈嗎 在這邊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本季除了魔王之外 還有霸王 此話怎麼講 我覺得其實當然在表演的過程中 我覺得他非常... 第一個身材非常的好 第二個是來講氣勢十足 如果講說要給你什麼建議的話 力量跟力量的銜接 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叫做彈性 彈性 就像剛剛老師很多人在講說 你在拉弓的過程中 那種身體的張力 它其實不是靜止的 它是不斷地在延伸 不斷地延伸 一個張 蓄勢待發的一個力量 像一把咐咐咐拉到最低 最低的時候一瞬間啪 可是你現在有時候 一停頓的時候就會變成是 變成僵 所以你有時候一拉一僵的時候 很明顯肩膀就上升了 就很明顯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說 把你的呼吸拉長 就像動作一樣 呼吸、深呼吸 然後你的身體也是一直在走 一直走向深呼吸一直拉長 放 身體跟著深呼吸走 類似這樣的味道 我覺得你會讓人家看到不一樣的 不是只有力量的比面 而是那種 我覺得每一個霸王 最重要的 不是他有多壯、多高、多帥 而是他的 好,謝謝藍鵬老師 我們看到你對舞蹈的渴望 企圖心還有張力 覺得你今天表現得很好 不曉得會不會直接反應 在分數上面 個人覺得應該不會太低 安妮 歡迎您到舞台中央 還有威傑老師 安妮,你剛剛覺得 秉諺的表演如何 我就覺得他一直很帥 很帥 對啊 看 人帥真好 對 他只強調他的外型 完全不提到他的舞技 這就是戰鬥民族的強烈企圖心 好的 兩個都有非常超強的企圖心 到底誰輸誰贏呢 余秉諺是不是可以得到 評審老師的青睞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我們這一季的 另外一根柱子 余秉諺 還有由舒婷老師 他們第一支舞選擇了 沒有人選過的鬥牛舞 能不能拿下高分 就要看這一次的成績了 目前來到的83.5 84.6 加油,繼續往上升 能不能拿下高分 83.8 83.9 再來 好,84分同分了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超過了 超過了 一直往上 84.3分 非常高的分數 是目前排在小嫻之後 所有藝人目前的第二名 對 暫時第二名 真的是一隻大黑馬 也是藍波老師剛剛講的霸王 非常厲害的大魔王 是 你 我很開心 別人開心我也很開心 然後現在我第三名 是不是 也不錯,是不是 當然啊 你下次不要練習這麼認真 好不好 不是吧 余秉諺為了讓觀眾 看到不一樣的他 這次卯足了全力 挑戰他從未接觸過的國標舞 而在辛苦的磨練後 秉諺的表現 果然是可圈可點 拿下了84.3的高分哦 而接下來壓軸的 也是首次當場的杜忻恬 以及冠雄老師 忻恬的實力不容小圈 因為他也是個練家子 也是有深厚的舞蹈底子 曾經學過舞蹈 我要澄清一下 好 對,雖然說我小時候 應該是在幼稚園前吧 我接觸過芭蕾 然後民族、國標 很多我都接觸過 可是每一種 我都只學一、兩個月 芭蕾民族 我還不驚訝 在幼稚園之前 就接觸過國標舞了 沒有,其實是因為 媽媽那個時候好像有在跳 然後我可能是跟著去看 然後就稍微這樣子 一起動一下 這麼小就耳濡目染 我覺得這個東西 打下很好的基礎啊 而且我們有機可循 搞不好媽媽喜歡跳舞 跳得很好 它是會遺傳在孩子身上的 在基因裡面 可是 那很聰明就不要選倫巴 那你今天選什麼 怎麼那麼難聊啊 最起碼我覺得他很勇敢 哪裡痛打哪裡啊 是不是 先把這關克服掉 對,接下來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是 沒錯 你現在整個臉都臟紅了 有,就是我現在表情很僵嘛 我看到前輩兩組的分數 所以你要欲強則強 破出去什麼都不要怕 告訴自己你是最好的 你有冠雄老師在 不要怕 對,不會怕 好,加油 歡迎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歌聲備受全台灣觀眾朋友 喜愛的心田 面對他生平首支的國標舞 他的選擇是倫巴 因為其實我看了之前大家 就是比賽的影片 然後我是沒有倫巴 他至少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可以讓我思考 就傳你了 賽前做了大量功課的心田 雖然打得如一算盤 像從節奏叫慢的倫巴舞可以 來入門 但是他卻完全忽略了自己 對轉圈動作 一直有著極大的障礙 其實我之前在學其他的舞蹈的時候 我就覺得轉圈是以我一個很大的招 因為我只要一轉 就是人就是飛走 我剛剛 怎麼了 很痛耶 那詩仁凱 如果說真的還是練不起來 好不好 我們把它開始比較簡單 就是比較可以幫助 你們一直都沒有在動作 此外 倫巴的延伸動作 也是心田的一大招門 還沒期待 於是冠雄老師 想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教學方法 心田他是歌手 他們平常都會有 隨作發聲的練習 他會用到他腹部的力量 不過因為歌手發聲練習 用到核心的位置的力量 跟跳舞還是有些差別 但是至少這樣子 可以讓他學到說 或是他在發聲練習的時候 腹部用力 讓他也維持著用力的轉圈 去完成 跳衝筋的感覺 一開始我覺得這個提音 他很奇妙 對,可是 實際上做的時候發現 他對我有點幫助 雖然面對鏡頭時 心田總是表現得相當從容 然而在他的心中 這次的國標舞初體驗 其實帶給了他極大的壓力 究竟他的表現會如何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Now that I need you, I'll never be what you want me to be You're not coming around You're not coming around You're not coming around No, no baby No anymore 謝謝杜忻恬、趙冠川老師 帶來一個精采表演 果然一直在強調的 這是一個非常有魔力的舞台 站在這個舞台上 我們都可以看到 藝人舞者他們的渴望 和他們企圖心 還有那一份很認真的誠懇 如果剛剛前面兩位藝人 如果沒有這麼強的一個帶動的話 忻恬剛剛的呈現不會是這樣子 因為前面他們跳的 就是真的都很觸碰到每個人的心 所以我覺得 我要在這支舞裡面放更多的情感 有,其實從他的舞步裡面 我們可以看出 他沒有太多的基本功能 可是你很努力的做到延伸 很用力的舞出自我 揮灑在這個舞台 其實我一直都還滿喜歡跳舞的 對,雖然說我平常就是... 因為是歌手 然後比較少接觸舞蹈這一塊 可是我還是會希望在未來 就是有其他機會 可以跳舞給大家看 好不好教啊,這個藝人 忻恬其實滿有天分的 有天分 今天的狀況速度非常快 這個除了領悟力高 我相信忻恬在第一次連接 第二次、第三次 平常練習的時候 應該下了很多苦心 你聽看老師 對於你今天表現有什麼看法 佩玲老師 我覺得忻恬受了前兩組的影響 我覺得你在跳這支舞的時候 你有把情緒都放進去 然後我很喜歡你們的搭配 因為我覺得冠雄老師呢 跟忻恬你們在跳這條倫巴的時候 是男女角色非常鮮明的 所以在冠雄老師旁邊 忻恬就變得非常的小鳥魚人 其實你的腳步是不明確的 但是你卻是很勇敢 再把你的身體是交給冠雄老師 就是我看到很多初學者不敢嘗試 大家都想要站穩他 如果你跟冠雄老師 在基本步上面多琢磨的時候 這個會是你的優點 你要加進去 我覺得你們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再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佩玲老師 國標雙龍 最重要就是把信任感建立起來 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不過呢 從小細節就可以知道 你很用心 我再猜 在這之前 你是不是做了很多功課了 我有上YouTube去搜尋 就是前面幾屆的藝人 他們表演的影片 哪一個是你最喜歡 或是你要值得注意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樓樓、樓欣彤 他有... 他跳了一支倫巴是... 好像是有抓到 另外一半外遇 就是襯衫有口紅印的 的那一支 來 整支舞蹈的張力 我覺得非常的強烈 就是很Touch到我的心 打動了你 對 你以他為一個榜樣、標榜 對,我覺得他整支舞 就是跳得非常吸引人 心田現在拿著麥克風 他還在抖 雖然他歷經這麼多的 明日之星的比賽 可是面對一個嶄新的舞台 對你來講 還是會戰戰兢兢 放鬆 你現在為什麼... 我看到我也... 我剛剛說我不會哭的耶 對啊 我有點捨不得 是... 舞台給你很大的壓力 其實有盡量去適應的 對,可是... 可是至少我覺得對而起自己 你努力了 即便舞蹈可能是你最害怕的 你突破自己的那一道心魔 加油 你很棒 很棒 加油 真的很棒 黃忻恬,加油打氣一下 加油 即便我們現在還要笑來看分數 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 歡迎余秉諺、游舒婷老師 來,歡迎請到台上來 秉諺 站在很客觀的立場裡 看到心田那一段表演 你感受到的是什麼 我感受到第一場的認真 誠懇 誠懇 因為其實我在第一次 我們一起 我們沒有上團提課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看到心田 他讓我覺得 他其實還滿有利率感的 他的舞感我覺得很好 很協調 會讓人家想要看他跳舞 所以我相信他不是 只有唱歌好聽的人 與生俱來的協調性 再加上後天這麼努力的杜忻恬 是不是可以如他所願 拿到理想中的分數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我們的唱將顧欣恬 首次挑戰國標舞 搭配上召喚熊老師 能夠拿下多少分呢 他們的第一支舞選擇倫巴 希望可以有好的成績 目前分數來到了83 小數點出現了 83.4 84.5 84.6 加油 83.7 84.8 還有嗎 對 84.9 好,會不會超過呢 再來 83.9分 陳丹老師83.7分 佩玲老師83.8分 KIMKO老師83.9分 藍波老師84分 你目前拿到83.9分 算是名列前茅的 你雖然沒有舞蹈的基礎 但是你卻可以拿到這個分數 所以你要肯定你自己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其實拿到這個分數 其實還滿開心的 很開心 對,就是... 算是有達到理想的成績 首次挑戰國標舞 仙田、陳文的表現 就博得了評審一致肯定 獲得了83.9分 相信在接下來的比賽當中 仙田的舞技一定會更加出色哦 當然也要恭喜我們的余秉諺 今天表現得非常令人驚豔 以84.6分的高分 成為我們今天的最高分 秉諺,用簡短的話來形容 你第一支舞蹈的心情 謝謝大家有看到我的努力 謝謝你們 謝謝老師 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也要謝謝我的老師 當然在之後我們會更加努力 讓大家再看到除了剛硬之外 我也可以有柔軟的一面 是,拿到高分 是壓力、責任的開始 我們也期許另外兩支舞蹈 你不斷帶給我們驚奇 恭喜余秉諺 是的,成為我們今天的MVP 獲得一萬元獎金 恭喜秉諺、恭喜老師 恭喜 謝謝安寧、欣田 還有謝謝評審老師 加油 接著即將登場的是 藝人獎金挑戰賽 好的,現在進行的是 藝人獎金挑戰賽 這個單元好久好久都沒有呈現了 對,可是非常精采 大家都期待很久了 是的 剛剛非常精采的明星舞王舞后 爭霸賽完之後呢 讓大家放鬆一下心情 沒錯 紓緩一下我們緊張的氣氛 不過放鬆是我們放鬆 現在在後台那個人 卻是非常的緊張 他會緊張嗎 他的表演經驗這麼豐富 而且他超能唱歌的 他的聲音非常渾厚 他唱歌是充滿靈魂的 非常有爆發力的一位歌手 沒錯 好,我們先來聽聽他的聲音 掌聲歡迎梁一貞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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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沒人讓我知道這有怕 要等我發現他 我心裡面的話 再告訴自己 我想跳到沒有裝 起舞在每個窗 當所有人都當我跳舞 真的棒 來一起跟我放 讓所有人都放 請低時繼續放放 放到天亮 自然不勉強 下水到面霜 就跟我一起跳 進來 Let's go 跳 就跟我一起跳 像心臟一起跳 往音樂裡面跳進來 跳 就跟我一起跳 像心臟一起跳 往音樂裡面跳進來 Let's go 跳 往音樂裡面跳 往音樂裡面跳 往音樂裡面跳進來 跳 往音樂裡面跳 往音樂裡面跳 往音樂裡面跳進來 Let's do it 梁一貞 大家好 好,四位老師請給分 過關了嗎 為什麼 藍波老師 為什麼你舉叉 為什麼 一手不夠 一手不夠 不是,不對 是我失誤啊 剛剛這是表演 這是放鬆曲目 這不是比賽的項目啊 所以觀眾朋友有時候 可能會混淆 會以為是梁一貞的演唱會轉播 好,我以為我已經表演完了 沒有 今天怎麼可能這麼容易放過你 你能唱又能跳 你唱跳個手 你會緊張 可是其實如果是純跳舞的時候 跟邊唱邊跳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的 沒有 你這個 講得好像我們沒有看過這個節目一樣 你之前明明就來過 還跟我們的年度總冠軍 ZERO4一起合作 楊一貞上次前來挑戰時 與團體組年度總冠軍 ZERO4合作 上演了極為精采的BREAKING 而時隔一年多 再度登場的他 將要帶來什麼樣的舞蹈呢 因為 上次跟ZERO4合作 對 跳的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BREAKING 對 今天你會不會想精益求精 還是BREAKING呢 我覺得BREAKING 可能要再讓我身體 再壯一點的時候再挑戰 聽起來就不是BREAKING了 這一次 我今天要挑戰的是HIP HOP HIP HOP 但是其實這個 對我來說是更難 HIP HOP 舞感要很重 對,因為HIP HOP很多 那你不是挖了一個更大的洞 讓自己跳嗎 所以為了這個節目我拚了啊 你練多久 很短很短 總共練三次 你看,練加次 當然因為一針自己工作也繁忙 我們不可能佔據他太多時間 來練舞 可是我們相信你可以 因為看你充滿就是你跑馬的精神 把它帶到這個舞台上 我覺得就有很多的驚喜感 對啊,我想說我會來參加 就是想說給一些人一些鼓勵 就算你沒有舞蹈細胞 你只要努力 你還是有可能可以完成 你想要跳的舞蹈 好,歡迎梁一貞帶來精采的表演 好,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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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IKO老師 你有沒有被殺到 有,而且你不是很開心 為什麼 糟糕了 因為我不喜歡輸的感覺 有威脅到的是不是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第一個 這首歌的那個節奏 它那個是屬於 真的很難 那個節奏 一開始聽我完全找不到拍 對,因為它不是只有中拍 它的中拍是有黏度的 所以它的舞步啊 我覺得剛剛難是難在 因為它全程 其實我很仔細在抓 因為你知道通常啊 就是歌手站正中間 然後顏色又很突出的時候 真的 特別是這個褲子的顏色 放槍我覺得 他們腿部動作又很多 非常的白 對 我就一直站著 可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會Rap 如果不會Rap的話 你在對這樣的節奏的時候 你不會有那個 那個呼吸感我覺得是 HIP HOP裡面最重要的一塊 所以這一塊的話 我就是老師們 不好意思,我先舉囉 謝謝 偷跑啊 這樣有犯規嗎 沒有 他比我覺得很好看啊 不算 只是不曉得你的圈跟差 會不會影響其他的老師 藍波老師 我就不曉得你的看法如何了 其實說實在 如果要以他... 今天其實我是很配合藝人 藝人既然講說他不會跳 對不對 那我們這一段就是先剪下來 歡迎你參加 你剛才不是現在跳 我們希望是跳 你往國標裡面跳 你來跳 往國標裡面跳 往進,沒錯 因為你如果來跳國標的時候 你剛剛說...講的話 都可以用耶 我... 我真的不會 對啊 我真的唯一不敢挑戰的 就是國標耶 重點是我沒有辦法突破 要穿國標這件衣服 你就穿安妮那一件啊 然後下次你就坐在那個位子啊 這樣子好不好 好 先從第一步開始 衣服開始 你很難想像自己穿上國標衣 會是什麼樣子吧 那我們就... 你絕對不知道會有這一個... 什麼東西 好 我們準備了一件衣服 麻煩你去後台換國標衣 真的、假的啊 當然是假的 還好 不是,侯怡君 你連我都唬到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我怎麼準備啊 我們要想像梁一貞穿上國標衣 是什麼樣子 我們有圖片 真的還假的 請看 真的假的 摩...摩托車 對啊 哪來的違和感 非常的適合你啊 梁一貞很適合你啊 這個看胸部就知道 不是我的身材啊 其實他已經拉得很高了 拉得很高 快變高領了 其實還滿好看耶 真的很好看 你自己憑良心講 你覺得這樣有違和感嗎 我覺得這女兒這樣還不錯 然後... 對啊 這個衣服感覺還滿... 還不錯 梁一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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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就變劉貞啊 對啊 你的名字都好適合跳國標哦 劉一貞 對 對啊 是不是 你就天生要來跳 我今天不是來參加HIP HOP 幹嘛 沒有,你就穿這樣對不對 然後你還是跳 就跟我一起跳 如果有機會的話其實... 好,我會很慎重的考慮 這個舞台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好 告訴我們隨時歡迎你 沒問題 謝謝一貞 一定要準備好 包括你剛剛有個動作 我都念一把冷汗 怕你沒準備好 什麼動作啊 膝蓋很容易受傷耶 因為我膝蓋 小時候就是受傷 所以我的這個... 這個地方是凸出來 所以我第一天去練舞的時候 我一蹲下就... 會有那個聲音是不是 對,我的膝蓋 就從小... 我小的時候就受過傷 所以就是我... 然後一蹲下就會... 膝蓋不好 這樣我突然想到一個人耶 所以膝蓋沒力 就是這跟年紀也有關係啊 對啊,藍波老師 應該要有掌聲 要... 要... 歡迎左 左 右 左 左 不錯啊 就這樣子 再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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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一點 有 你很靈活耶 藍波老師 回來 針對剛剛一針的舞蹈 我相信雞蛋你挑骨頭 硬要挑出一些 他可以進步的空間的動作 我想勢必是有的 老師,請是要再... 我覺得他還是一樣的 我覺得如果說那樣的跳舞來講 通常我們帶動的方式 都不是用手 其實跳K-POP的來講 他態度是從... 不是手的部分 是從胸口 比如說他的動作 可能就是只有手的動作 我們如果做動作的話 這樣子比劃的時候 我們會從胸口 例如說 KRUM 來吧 來吧 TOP MAN 好帥哦 掌聲鼓勵 帥幣了 三個拳都舉了 三個拼送老師都非常的認同你 你成功了 真的 真的是自己人 對 他只是自己人 你真的表現得很好 對,因為他胸口帶的時候 就像... 就像做動作的時候 就會變成... 手會變得很自然 對,所以其實老外 其實從小他們家裡 每一個人都有養雞 養雞 為什麼 跟雞什麼關係啊 每一個黑人家裡都有養雞 我們從小沒有什麼玩具 他們就是看著雞走路 我... 然後後來雞走一走之後就開始 後來黑人會跳的第一個舞步 就是LUCKY 真的耶 然後呢 第二個舞步會的就是滑步 因為... 打到雞腿 他的雞腿 他的雞腿 他這邊擁有這個 然後他為什麼舞會跳得那麼好 因為他的生活中擁有音樂 我老外其實不講跳舞的 他們是從生活中有音樂之後 才讓身體開始動 謝謝 謝謝藍波老師 吳林思春 太厲害了 不過這次說說笑笑的過程當中 該面對還是要面對 這一關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如果過了這個關卡 下次我們期待就是 梁一貞來挑戰國標舞了 好哦 所以這一役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的 評審老師,請舉牌 謝謝 全數 謝謝 歐巴 歐巴 謝謝 謝謝老師 這表現真的太好了 這就是HIPHOP QUEEN來著 恭喜梁一貞 自我挑戰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 恭喜 謝謝 好,大家在同一時間 一起繼續鎖定我們的愛妮雅 舞力全開 好,來這邊